大家好 我是老人一狗 今天咧 我是他 我要介紹一下 我是他兒子 你不給我介紹 我要介紹一下吧 我今天咧就是老人的故事 老人咧 以前生活在一個農家之地的家庭 生活呢 比較困苦 高中的時候咧 我的書包裡面放什麼你知道嗎 磚頭啊 一隻扁鑽 還有一個便當 然後高中畢業 去抽籤要當兵了 結果咧 我就去廟裡拜拜 還有特地洗手 那結果呢一抽 不好意思 他說海軍 欸 其他軍是兩年嗎 陸軍兩年 那個年代 是陸軍兩年 海軍要三年 對 算運氣不好 抽了三年 啊 我抽了三年咧 我就算了 好 我去當兵 第一天 欸 我就不爽 你就不爽 對 然後我就走到最後面 脫隊 然後班長就說 你完蛋了 先來個50個福利景色 然後呢 集合 全部的脫帽 因為我那時候很不爽啊 我帽子也沒有脫 然後他一看 班長就講了 這個死老百姓 又是你 來 再一個50個福利景色 我最記得我當兵就做了 100個福利景色 然後呢 又再抽籤了喔 一抽 抽到去澎湖 阿澎湖呢 我當的是什麼兵呢 砲兵 專門打砲的 我打的是什麼砲呢 是5吋砲 5吋砲 所以本身的尺寸是5吋的 沒有 直徑 直徑5吋 喔 直徑5吋很大 對 我曾經 3年的打死 多少人是嗎 6萬多個人 3年打6萬多個人 各位好不好 學著點啊 平均一天打多少 各位一天打54個好不好 一天54發 直徑3年 所以 會有之後呢 我跟朋友去釣蝦場 釣蝦 第一次我去釣蝦的時候呢 感覺這個開釣蝦場不錯 因為我 因為我看到什麼 旁邊有沒有電動玩具 喔 釣蝦場一定要搭配電動玩具跟 KTV 沒有KTV 喔 那時候那個年代沒有KTV 欸 只有電動玩具 我就說欸 開個釣蝦場不錯 然後呢 我決定在瑞浦開一件 釣蝦場 名字叫蝦 蝦 那釣蝦場呢 那個蝦池呢 是不賺錢的 靠的是什麼 電動玩具 我把它打 欸 對對對 那時候是很流行的 金錢爆 一次頭五塊錢 我那時候 阿不要講說我一天收入多少 那我就講出來嚇死人 一天收入 完了 阿你不是不要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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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所以我那時候 緊張很會衝阿 阿衝了三次之後呢 受不了 差不多開了一年多 就結束了 阿然後結束之後呢 我就開那個地下銜裝 地下銜裝是做什麼的呢 就是人家說的名字 做名字的 所以是地下銜裝阿 阿名字呢 我就一做 就做了六年 阿結果呢 就是進口的 越南的大陸的 一些進口貨進來 名字也有進口呢 對 所以我們現在台灣都是 都是進口的 喔 差不多九成是進口的 所以說沒辦法經營了 阿就結束了 阿結束之後呢 找不到什麼工作 阿只有回去耕田 我就耕了三年的田 阿耕田呢 差不多第三年的時候呢 去加肉服買東西 回來的路程上 我在屏洞的室 就看到一家 欸 奇怪 怎麼那麼經過 怎麼那一家那麼晚了 8點多了 還那麼多人在排隊 欸 幹嘛呢 賣什麼的 我下車一看 小男便當 我最佳宣傳自己的店 哈哈哈哈 送店阿 哈哈哈哈 年紀一想說 那我就加盟 之後呢 就加盟小男便當 阿小男便當 做了差不多有 十年之後呢 不一樣了 我們家裡來一個貴客 我們明明的到來是怎麼樣 你知道嗎 我一個朋友 牠養了一隻狐狸狗 牠生了四隻小狗 阿四隻小狗呢 我叫我們兩個小孩 我女兒跟我兒子去挑 牠們就挑 最小隻的那一隻 就是我們咪老師 阿挑中之後呢 咪咪滿月到我們家 咪咪不是花錢嗎 在外面 我叫不回來喔 但是在找滾狗 想要人 對 說說沒辦法了 就是一年之後 我就把咪咪解殺了 而且我們家的鞋子喔 偷鞋喔 全部都是公狗的尿 喔 每一隻每一雙都是公狗的尿 到發情的時候 你不用看我都是你愛的 叫一些公狗來我家尿尿 在朋友家流浪 改天咪咪那邊去尋親 尋咪咪 你的姐姐呢 哥哥呢 唉唷 聽到了 玩笑聲咯 然後呢 這個影片就結束了